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允许食股可以申请6万元的应急费 他说捐10亿 他说捐10亿,10亿是帮中小企的 我也不觉得他会反口 另外有2亿已经落实了 给食股去申请 只要你没有连锁店的食股 你那些是单一的食股 他说用最低门纜的方式来审批 总之你是有一间食股 你就可以审批申请 需不需要开多久? 好像都没有这些东西 你新来都死了 新来一间商业登记 你们有店铺 可能他会有日期 可能你有日期 例如他宣布了这件事 之前 你当2亿除开 就有3333间 现在香港有超过1万间食股 其实都帮到3分1以上的人 当然 说回一些最贴心的东西 现在香港的食股 究竟有多糟糕呢 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我去官堂有一间 潜米之连的餐厅 我已经去过3次 当然在官堂平日夜晚都少人去吃饭 因为是工厂区 你出都出尖沙咀的地方 但我都没有试过 连续3次去都是包场 包场的意思就是8点左右 坐到11点 是整个餐厅所有的厨师和侍应 都是服务我一同 地铁有没有早收 300元一个人 300元 几惨 再贵一点就吃到500元一个人 但那几天地铁有没有早收 也有早收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主要是 我8点去到已经没有人了 7点已经是没有人了 通常7点吃 8点就走 就是整晚服务我一人 还要连续3次去都是这样 但是有其他的食肆 我分享我的经验 有一家我经常去的跑马地 熟朋友开的 我真的从上市去是几天前 几天前我都是去到 他都没有空听我的电话 我带朋友来吃 然后去到又是满了 通常如果我带朋友去 叫他发版的话 都可以吃到1000元左右的人 不是特别便宜 但是又会爆 又要说回有些皇店 就是例如火穴的皇店 就像龙门子 每天是龙门子 所以会黏着线地多人 那时还打算对我去到他们需要支持皇帝 去帮忙 人家忙得不充分理你的 并都打扰了 尖沙坠的火穴店 所以 所以派錢的時候,那些無差別的派 所以坊間有一個說法 就算包含了,也要申請六萬元 最多是申請完六萬元,就捐錢去星火抗爭基金 會呀,會不會呀 這個我真的要說,待會你們可以用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今時今日,有時這些傢伙傻傻傻的 你愈肯做這些事,他們愈嚴重 我只是拉遠一點,譬如現在有些賣防盜面具的裝備店 其實不止一間,是很多間都是這樣 賣完後,真的把錢拿去買同樣的裝備 送給學生,是我親身經歷的店舖 真的一學生拿一元,拿一袋東西走 今時今日,我們是否可以完全用理性去看待 即是這些所謂的黃金錢的問題 即是他那個也是消費,也是做生意的 同樣他自己也有消費,就是去資助這個問題 但無論如何,先拉回去說 說回李嘉誠的六萬元,你是怎樣看呢? 首先第一件事,我從來是任何政府 即是我們經濟三年,另外三個 最早是經濟學者在報紙上支持派錢 即是這是一個交易成本最低 如果是一個有錢也好,即是香港外主批評政策 就是政府之前透過很多什麼中援 或者是出商量,諸如此類的免租 那些都是很多,他如果再想派錢 找一班人是三毛或者N毛 那些時候是成本都很高的 所以派錢有個好處就是 你其實可以省下這個篩選 所以在這裏被人不會救病的 就是派錢,政府派錢就說 李嘉誠也有了,派6千、派1萬的話 這就是,你的生意好一點就有問題 但省下國家的成本,令大家開心 覺得你是有心幫人的話 這條數目我覺得是OK的,我支持的 李嘉誠基金會是1998年成立的 他一共派了260億元 他說有80%派在大中華地區 估計如果減了大約有170億左右 派在大中華地區 他應該是在沙特大廈,我想捐了100億 差不多這個數目 他加上這麼多年,他有70億 其中10億在李嘉誠的醫務所 未算他在大陸可能捐其他 我想他在香港捐了大約3、4、50億之間 很少了 因為我大家的印象就是,大家有個概念他多少錢的身家 他說三分之一的身家拿來做慈善事件 三分之一都很多 他不是捐了出來,是做基金 基金三分之一,你認識出來才知道 是的,但是比例如果基金這麼大 他三分之一是做慈善事件的時候 跌到香港真的派了給市民的三十多億 你計算一下,差不多3、5、50億之間 3、4、5、50億之間,有10億去了李嘉誠醫學院 現在有10億去了支援中小學院 所以證明他都很注重這件事 這件事他做得很漂亮 我想以李嘉誠的管理概念 他不可能不知道,雖然會有很多浪費 但他亂浪費也快 這個和香港政府的管理質素已經有很大分別 因為香港政府說,你就要三年之後才收到也不怕 因為很多人現在都未收到 但總而言之,我就要花多少錢也不怕 總而言之,不要派錯,我是很精準的 譬如說,我講個例子給你聽 譬如說,政府前一陣子我做訪問 他是幫助一些旅遊業的 記得我已經說過了嗎?派120元還是什麼東西 他最後就說,視乎你這間旅遊社 你有一個客人,我就可以資助你多少 即是說,你多些生意的,我就會資助你多些 那就是你剛才說的 你開一間人頭旅遊社 那間旅遊社從來都沒有客人 你又可以拿錢,你都沒有請到就幫不了 所以他就說,你要有客人才給你 你不可以弄一些假客人出來裝扮 即是他想防這些東西 那你一陣子就說,我不管你 總之我派了 這個就是你反過來 其實跟政府一向派錢的思維一樣 我不會亂派的,我會派錯給別人 所以我會加一些制度 結果制度就是退稅 結果就是益了一些 你越多客人的旅遊社,你就越多津填 拍呼應的旅遊社就沒有津填 然後你原先的想法就是,因為這樣派就不會派錯 所以那些什麼是浪費不浪費呢 其實你放在一個交人或交政府身上 他不會派錯,他會派給一些最壞的人 就是最不需要幫助的人 最好生意的人,最高收入的人 就專門派給那些人 你永遠都是出於善心的制度 就是放在政府身上,就會變成一個最差的結果 正如中援來說,中援最大受益得一者是誰 這幾十年來我經常都說,在公屋最大受益得一者 那些固惑,當然我住在公屋裡沒有收入 我會忘記的,就是欺騙政府的人就有著數 你是賣偏的人就有著數 你誠實的人就會沒有著數 你永遠就是這樣 所以起初派錢,理論上會造成浪費 但到最後還是不會浪費 我認為整個狀況是,政府無法教育人民 因為一定有很多人批評 其實每做一個政策,都有很多負面批評 你要頂住負面批評,說我這個政策就盡了 如果不是,市民一定是... 我現在都頂住負面批評 人們就說派錢派錢派出這麼麻煩 我就要這麼麻煩,我就要搞到你們這麼麻煩 但是派出這麼麻煩 我會在另一個角度再看 就是誠哥這次派錢,相對其他四大家族 四十多間相對捐地好,或者借地好 全部都是長遠一點 但他還不太特別 你們的貧府大眾說,捱租很貴,住劏房之類 我就做這些,解決深層之矛盾 但剛才我之前說過,就算過到升房屋 叫做快一點,一兩年都走不掉 你現在的地位是少一點 是的,一來地位是少一點 這就是他眼光好,或者什麼好 他就不玩這個遊戲 不是,他的能力比較高 所以他不用玩這個遊戲 其實你團地,順從你經濟學來說 他是一個比較愚蠢的投資 如果你團地的話,一些人經常說團地 很厲害,團地你要成本 然後你錢紮住,你的資金 你變不了那些資金,又有什麼 而李嘉誠,反正他都可以把他賣的工業樓出來 然後你變不了,他就將他變成住宅 你變不了,很多人,譬如胡仙變不了 那他就... 你團完之後,反正他幫你出土地 他就賺了什麼那一種 所以他永遠都是... 其實是說,誰有變地的能力,高 那個人要做什麼 他需要什麼? 他每次都可以給別人買回來 譬如他買青州煙泥 或者是他買...我朋友何世柱 當年,你知道何世柱嗎? 何世柱當年,他們做北角安全貨倉 是做了幾十年都變不了地 做了幾十年都變得... 這就是團地 不是,但是到了之後... 最後就是給李嘉誠搞,要不要團地 不是,他說變不了,他變幾十年都變不了 不是,他就說給李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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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地是沒有意思的 你變到的地才重要 好,但是拉回今天的主題 有一件事我就想的 就是為什麼李嘉誠會派得這麼爽壽 這個都是跟政府和他的分別有關 因為政府有很多官僚 那都是fixed cost 剛剛給你工作,不會有extra cost 李嘉誠那些公司不會有一隊人 專門負責派錢 所以他就一定要用最簡單的方式去派 這當然是事實 但另一方面想的就是 他覺得整個隊員坐在那裡 平常不知道什麼要做 然後派錢的時候想要怎樣派 這是一個很蠢的事 給你工作,不會有extra cost 但有extra time shop 他就派了幾年 即是不會有extra cost 因為他本來是他本來的事做 不過問題是要用時間去做 所以就派這麼久 因為他本來有本來的事在做 另外一件事 你問我,雖然他沒有需要做 但這是一個很好的公關 意思是為什麼 因為他以前派給學生已經是這樣 你想想,以前有多少人很討厭李嘉誠 那些什麼龐一鳴的那些 就是不光顧地產商 李嘉誠,一些什麼話 他直接想到的就是 我就是連續兩次派錢給天水維交學生 你想想如果我是天水維交團民校學生 無緣無故收到2000多元 我還不當李嘉誠我英雄 出心別罵他 然後你就會想到 為什麼近幾年李嘉誠開始沒有人罵呢 當然有很多原因 一來他做了好事,香港沒有人罵,以來他叫北京罵 我更加重要的是受他恩惠的人,很難再討厭他 這些就是所謂直接派錢最好的好處 我不明白為何這個政府從來都不明白 你弄得這麼麻煩,那些人就討厭你 你弄得很簡單,那些人就喜歡 就等於當日曾鎮華,不情不願地派錢 其實他不想派錢,但今時今日仍然有很多人 是記得他派了6000元,你說這件事 說得像得證,還不記得他最初的時候是不肯的 他只是打算進入錄劇積金那裏 因為他追戰,只是他有問題,人家還有一段時間 做完這件事,就算他不情不願意做 人家都記一輩子,真是多好處 好,這一集就到這裏